泰坦出口海地的三十八立方两桥 四床的铝合金夜晚车 四个底床口,一个底床口代表一汤 这个是油瓶显示器 这个是静电盒 这是四床的,这是一床的海底法 打开海底法就可以装游戏 这是一床的,这是二床的,是三床的,是四床的 这个是总工法 这个是油气回收,油气回收口 这个是防一流插座 这个是防一流插座 是四床的,美国旅业 五系旅 这个防护网啊,雕刻的泰坦的logo 这个车两个导泥板 前面这个导泥板是当主车的 是一个七路插座 是一个七路插座 在七路插座 带ABS 科密的ABS 这个兼泥板的吊戒非常牢固 就是送了三个吊戒 还有一个就是直通的 导泥板直通的管的 这个吊戒这样的话 这个导泥板就比较牢固 路况在颠簸也不会产生导泥板 有托洛线一样 泰坦的自腿,28的自腿 这个是铝合金钢圈 这个铝合金是锻道的 它有铸道的,市面上铸道的便宜 它用锻道的 那这个备胎压是河北紫粮的 这个备胎压也是名牌的 胶管箱是用的不锈钢的 不锈钢304的 这螺丝也都是不生锈的 8G以上的 这是一个工艺箱 铝合金的工艺箱 太坦的车桥 这个轮胎是1222 24.5的 悬挂是70 因为海底都卖路况不好 所以它的下盘件都用加厚的 加固的 而且它那个大梁结构也非常解释 这是一个T型梁 T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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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厚度是18的 这个是12的 下边这个行斗机构 就是在路况非常差 就是没有油漆路的情况下 土路的情况下 路非常颠簸的时候 这个大梁存在完全没有问题 没问题 但是这个挡泥板啊 挡泥板是两个两球的 是两个支撑 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 中间再拖了一个 这个支撑之间 加了一块这个 橡胶板 这样就有一个缓冲 缓冲力 大梁满 这大梁满也是无锡驴 这是咱标配的灭火器 8公斤的灭火器 这个是海底阀 总控阀 紧急情况下 可以按它 一按它 整个海底阀 全部就关闭 这个一个 海底阀总控阀 在下面有个经典袋 经典袋 冰箱供应箱呢 还配了个 今天经典盘 咱这个牵衣板 你看这个牵衣板是 加固许的 这个地方又垫了一块本 而且天衣箱是装备室的 五零的 这就是我们的 说的海底阀 海底阀 这个电线也用了是 激素线 去我也是用了 亚尔泰的 这都是名牌的 是咱的管路 是一个市场的 38地方市场两桥的 铝合金液管支 咱的灌体 百分之百的 机器焊接 机器焊接 灌 这个是欧标 荒帽人口奈 这个是欧标 荒帽人口奈 妹妹 都在钥匙 都在锁这个 这就是欧标 的 是欧标 这就是欧标 这样的 我们的